20斤的肉剪下来过后 人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巧克力 我来训练营呢已经51天时间了 那在这期间呢 我是一共剪掉了19斤了 还差一斤完成我的目标任务 那来训练营应该说每天 最低标准是剪掉5两 我在40天左右就能够完成目标任务的 但在这期间呢我是感冒三次 然后有一次脚瘦伤 耽搁了一些时间 那可以给大家看一张表啊 这是我每天掉的一个金数 我如果说不瘦伤呢 应该早就出盈了 就每天好好的练的话 应该最低能掉5两 萌萌的练的话 应该六七两以上应该都没问题的 而且是在正常伺候的情况下 那也没有关系 我就当然给自己放个假 然后在这里面多休息了几天 在这里面呢 就上课的时候我就好好练 下课了过后呢 我就可以给自己一些充足的时间 去学习一些我想学的东西 因为平时我在路上的话 就真的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去让自己停下来去学习 当然可能这个也是自己的问题吧 那言归正状 说一下我掉了20斤过后的一个感受吧 就是我现在呢 是背上感觉轻松了很多 以前背上的肉会很厚 就感觉挺沉的 现在背部放松了很多 这个裤子呢 也慢慢的大了很多 我现在应该能穿S码的衣服了 后期回去 应该所有的全部都得开始更换一下 最最最重要的呢 是我的肚子 我之前肚子特别大 就是胖胖的 嗯 坠肉特别多 现在 已经是有腰了 有腰了 就会让人自信很多啊 那在这里呢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教练啊 真的 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最近这边的气温变化无常 很多教练都感冒 他们感冒了过后 都是坚持在上课 反正我是觉得挺不容易的 那我 后天呢 是要出营了 在这里呢 也是 给他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吧 因为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如何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感激之情 看 营地里面挂了很多景气 所以我也就买了一些景气 给大家看一看 我呢 一共是订了四个 然后 这个呢 是送给欢欢老师的 欢欢老师平时教我们课最多 也是最辛苦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 然后 这个呢 是 给阿词教练的 他呢 是 教会了我 冲浪板 这是我的一大收获啊 然后这个呢 是给我们队长的 我们队长平时呢 是比较严肃 而且 被他罚了好几次 但是他人真的很好 这个呢 是给我们家家教练的 家家教练呢 是教我们拳击的 就有几位教练 才能有我们的今天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我 反正也不知道送什么 一点小小的心意吧 希望他们会喜欢 到时候 就这样给他们就好了 那这里面呢 一个周期是28天 我呢 是两个周期的 56天 但我现在待不了那么久了 20号 我应该是完全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任务 完成了过后呢 我就准备出营了 因为再瘦的话就不太好了 我觉得100斤刚刚好 合适了 完成过后我要去东北 哈尔滨 我在这里面真的待得够够的了 我想去看冰雪大世界 然后去玩雪 给自己放松放松吧 当然也是参加官方的一个活动 好吧 那我们就21号 哈尔滨见